一年一度的台北国际书展本周在世贸登场了 世贸三馆有来自法国的益智品牌智和 全品项85则 还有为不同年龄的孩子推出的优惠套组 这部影片呢 由我快速简单的来介绍优惠套组的内容 一岁宝宝木制成长游戏 动物好朋友叠叠乐 适合刚学会沾滤与走路的孩子做认知学习 有五个面 让宝贝学习一到十的数字 动物分类游戏动作还有母子的图案 对叠起来高度是846公分 大约和一岁小孩等高 物拼图 有两块可以做替换 可以加长小朋友观察力专注力与手眼协调 旋转踩动很适合当孩子的第一个乐器 农夫积木列车组 兼具积木堆叠 形状颜色对应与拉拉车的功能 培养孩子手眼协调与大小肌肉的发展 两岁爱不释手的认知游戏 桌游入门就从这时候开始 应和力显让孩子学习互助与分工 教导孩子们如何一起合作 才能把小动物都送回家 小动物的家 需要专注力与反应快 兔子住在菜谱 青蛙住在池塘 乳牛住在草原上 卡牌分别属于不同的生态环境 抽到什么生态的卡就要抓到该只动物哦 丛林派对挑战任务卡上的指示 完成可以获得奖牌哦 让小朋友堆高平衡 发展他们的精细技能 小动物逛花园 训练孩子颜色认知 记忆逻辑思考 骰子直出什么颜色 就移动到相同颜色的石头上 比赛看谁最快走出花园 小心骰到蜜蜂哦 三岁幼儿的全方位学习 照片工作坊 透过堆叠透明塑胶片 前后的概念建构空间逻辑 猜猜我在哪 一人口述特征 另一人要选出正确的人物 训练孩子的口语能力 观察力颜色认知 也可以当早早看来玩哦 数学游戏四合一 从游戏中不知不觉认识 简单的数理概念 数字数量与动物配件观察 数数农场中有多少动物 数字与数量的记忆配对 类话配对 看看底板上少了什么动物 美丽热气球钉钉乐 需要专心对应题目卡上的指示 利用120颗颜色钉豆一个底板 拼出漂亮的图案 熊猫朋友接龙 是儿童版的骨牌游戏 训练逻辑推理图示 与数学的认知 有卡是两面的设计 一面是动物图案 一面是数字点数 必须要一样的动物 或一样的数字 才可以接在一起哦 4岁 数理逻辑从桌右开始 池塘数一数 在池塘板上 放置题目卡指示的数量 完成后可以引导小朋友输出看 池塘中总共有多少小动物哦 动物在哪里 培养观察力逻辑配对 空间里外上下的概念 图卡里面隐藏了许多动物 找找动物在哪里 并将动物人齐放在正确的坐标方向 这个游戏可以替换成 经典游戏12合1 一盒内有12种桌游与其类游戏 动物也疯狂 动物们的身体和头是随机交错摆放的 仔细观察翻出来的卡牌 最快叫出正确动物叫声的人 才能赢得卡牌哦 缤分糖果店 超可爱的糖果大富翁 让孩子学习策略运用 培养观察力 认知数学 与理财观念 有金币各式各样的糖果骰子 5岁 治合经典畅销大集合 蚊子叮叮 一款蛮刺激的游戏 除了要演名手快外 脑筋也要动很快 是要打蚊子还是抓苹果 训练孩子专注力 逻辑推理 还有反应速度 三只小猪 玩家们彼此是伙伴 要在三只小猪被大野狼抓到之前 合作分工盖好砖块屋 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水果冰沙 比赛看看谁能做出最多又最好喝的水果冰沙 图像认知与逻辑思考的训练 小鸡长大没 母鸡生鸡蛋 不成小鸡了吗 不然狐狸要来偷蛋了 培养逻辑推理学习布局计划 六岁策略游戏燃烧脑力 猫鼠大战是一款猫想吃老鼠 老鼠想吃乳弱的战略游戏 可以替换成图腾加加勒或蜥蜴骨牌 图腾加加勒是玩家先用筷子夹起需要的配件 再小心翼翼的把它叠高 先完成与图卡相同的堆叠就获胜了 训练小肌肉发展与稳定度 培养专注力及忍受挫折能力 蜥骨牌及需专注力的一种骨牌游戏 搭配游戏版训练孩子逻辑思考与策略运用 以气呵成把整个蜥蜴连锁骨牌推导者获胜 寻宝游戏有六种宝藏卡 海盗卡与虎克勾卡 想办法收集到最多宝藏获得最多点数 就能成为最大赢家 图腾快跑 有两种机制的卡牌混完 探险者们迷失在丛林迷雾中 必须依照神灵的指示 快速跑出迷宫 丛林挑战赛 去年树展首批推出 造成热烈的抢购 移动动物的位置 连成手中卡牌的顺序 即可获得手中卡牌 训练策略运用逻辑思考 动物棋子的质感很好 智盒展场满3000 即可参加抽奖 拼读桌游玩具全面85折 还有新春限定桌游的特别折扣 2月9号有多堂体验课程与讲座 赶快上智盒的粉丝专页填单报名吧 2月6号到2月11号 世贸三馆 居558智盒摊位见啦 将筛专顾盒摊位置